欢迎来到美厅 鬼谷子,天狂有雨,人狂有祸,做人低调没有错 曾经有一位朋友问起 我活了大半生,到现在都不是很清楚 做人是张扬一点好,还是低调一点好 我回答他 这世上有两种命运 一种是先甜后苦 另一种是先苦后甜 若你想要先苦后甜,那就低调一点行事 但是如果你想先甜后苦,张扬一点也无妨 人活一辈子,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 人生当中,很多的机会也是稍纵即逝的 珍惜自己的人生,便不能太过轻狂 做太多令自己悔恨的事情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也曾提示过我们 人永远无法同时踏入两条一模一样的河流 人生是一段买不到后悔药的旅程 正如唐伯虎的诀别 生在阳间有散场 死归地府也何妨 阳间地府具相似 只当漂流在异乡 一,年少可以轻狂 成熟则需要沉淀 公元1739年 清代中期的重臣张廷玉完成了明史 比新学大师王阳明大两岁的唐伯虎 终于在史书上有了属于自己的一笔 明史对于唐伯虎的记载篇幅不重 只有短短的265个字归根结底 也只有一个字 那就是狂 年少轻狂 未必是件坏事 一个年轻人没有几分义气 那岂不是枉为少年 更何况 唐伯虎从小就是世人眼中的天才 洪志十一年 南京应天府举行相试 18岁的唐伯虎参加了这次考试 并且考上了第一名 成为应天府的戒员 要知道 范进54岁才考中秀才 唐伯虎的起跑线 是很多普通人的终点线 而少年王阳明 在十几岁的时候 对着自己的父亲 说了五个字 我要做圣人 虽然同是江浙人 也同样是天才 但是唐伯虎终究不是王阳明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毕竟 大明王朝的状元的儿子 王阳明和小酒馆老板的儿子 唐伯虎 两人处在不同的阶级 他们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 各有各的悲喜 在那个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的年代 商人的社会地位并不高 我们不得不承认 阶级这件事一直都存在 唐伯虎就像是平凡的你我一样 只是小人物 没钱 没权 没后台 有的只有自己的双手 和闯荡世界的勇气 不过幸运的是他有才华 更幸运的是他生在了一个自由的时代 唐伯虎正好赶上了明中期资本主义的萌芽 商人的地位稍有改善 也可以参加科举了 此时的唐伯虎想要改变命运 也只有像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一样 削尖脑袋往上拱 把脑袋削尖的方法只有一个 就是趁着自己年纪轻轻重了秀才 继续参加科考 争取早日出人头地 大考在即 他却没有像其他考生一样学习 而是去轻楼消遣 并且被当场抓住 险些毁了自己的仕途 一个年轻人有些狂气 我们可以称赞他少年壮志 意气风发 但是这种不计后果的狂妄 就是没有脑子的表现了 唐伯虎是个天才 奈何命运就是喜欢和生活顺遂的人开玩笑 25岁前 唐伯虎凭借才华 顺风顺水 逍遥快活 可是 在25岁这一年 唐伯虎的家人相继离开了这个世界 这一年 那个狂放不羁的年轻人唐伯虎消失了 却而代之的是压抑痛苦的唐白虎 薄通白 白虎是世间克星 唐伯虎伤心过度 甚至开始怀疑家人的死 全怪自己名字不好 一切的苦难 使得这个二十多岁的男人少年白头 看到昔日意气风发的好友日渐消沉 唐伯虎的发小柱之衫出现了 他安抚唐伯虎 唐兄 人生本来就是悲喜难测的 你一定要振作起来 回到考场上拼一拼 功名考上了 何愁家业不兴 天才一旦开始认真 普通人就输了 唐伯虎在二十九岁的这一年 参加应天府公事 一举取得投名戒员 震惊了苏州城 二 狂气太盛 会让天才变成庸才 考了个戒员 虽然也算是拿到了朝廷的铁饭碗 好歹生活有了保障 但是 狂生唐伯虎 又开始狂妄不羁 风花雪月了 如果他已经从男孩变成男人了 就应该更进一步考中进士 上演一出励志大戏 只可惜 他还没有长大 有句话叫做 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说的便是唐伯虎这样的狂生 生活刚刚对他露出微笑 他就又开始狂 有些人就是这样 吃了教训也不会成熟 他的另一个好兄弟文征明 给他写了一封信 劝告他 我父亲说你这个人很有才华 就是做人有点狂 恐怕一事无成 这样下去可不行 所谓的真心朋友 会在你功成名就的时候 由衷的鼓掌 在你得意忘形的时候 好意提醒 在你失意落魄时 给你温暖 一不如心 人不如故 可是唐伯虎不懂这个道理 他直接写了一封语文指明书 斥责对方 我生来就是如此 你看我不顺眼 那就别和我交朋友了 你以为我身边缺人吗 比如我的老朋友徐晶 家里有钱 人也有才华 然而熟悉明朝历史的朋友都知道 虽然徐晶有钱 但是后人也只能通过他的曾孙徐霞克 记住徐晶 而文征明却成了大文豪 有钱的朋友谁不喜欢 可是徐晶再有钱 那也是徐晶自己的 徐晶会像文征明一样 一门心思为你好吗 唐伯虎人生的挫折 第一次是他自己糟蹋自己的前途 第二次是天灾人祸 第三次他好了伤疤忘了疼 又开始狂了 明朝红制时期 王阳明和唐伯虎都从老家江浙出发 北上赶考 王阳明就是当年考上了晋士 而唐伯虎虽然考上了 却因为自己太狂被剥夺了晋士的身份 这就引出了明朝历史上著名的成敏正谢提案 这件事在民间还有一个称呼 那就是唐伯虎舞弊案 当年的情况是这样的 这场科举的出题观叫做成敏正 为人高傲自负 史料记载 因自傲为人所及 这也是个狂人 而当年的考生 除了唐伯虎 还有唐伯虎有钱的朋友徐晶 本来这些人也不会有太多交集 奈何徐晶硬是拉着唐伯虎提着礼物 骑着高头大马 去和主考官搞关系 给备考老师送典礼 为以后的仕途铺路 这也是很正常的思路 但是他们忘了 出题观成敏也是个狂人 成敏正自认为自己很有才 于是出了一道刁钻古怪的题目 他出的问测题 是从一本古书退斋记中摘出来的 很生僻 王阳明估计都吓了一跳 彼时唐伯虎也按耐不住自己的狂气 为了显得自己很有才 开始和别人一起压题 正好压中了退斋记 只是这样 还无所谓 就在成敏正在改卷时 听说有一个考生的文章很好 字字珠基 恰到好处的切中了提演 成敏正很自信地猜测 此人必然就是唐伯虎 其实这一切也不过是巧合 更巧的是 徐晶也答对了这道题目 所谓无巧不成书 不久之后 京城就开始流传 将因妇人徐晶 惠金玉德誓题的绯闻 京城可是大明的首都 那是天子脚下 在皇帝眼皮底下都敢这么狂 明孝宗朱又棠当然是大发雷霆 下令彻查 所有人都跟着倒了大霉 唐伯虎的近视就这样取消了 并且被终身禁止参加科举 如果一个人狂盗 连熟是熟非都分不清 即便他是个天才 那也只是个庸俗的天才 三 无知者最轻狂 聪明人爱低调 鬼谷子告诫我们 众口朔金 言有取故也 自古以来 人言可谓四个字 就是聪明人处世的第一大忌 人身上最可怕的器官 就是这张嘴 明明就是不真实的谣言 说的人多了 也就变成了真理 唐伯虎需要作弊吗 当然不需要 但是为什么会有舞弊的说法呢 正式记载 官场上早就有人看成敏正不顺眼了 也有人想针对唐伯虎和徐晶 因为他们为人太狂 早已得罪了不少人 一个人年轻的时候 再狂 始终是要面对现实的 挣扎了好多年 唐伯虎终于学会了 想命运低头 《易经》中 钱挂出的挂词是 乾隆勿用 越是有本事的人才 越要学会低调内敛 即便是真龙 在时机和自身能力不成熟的时候 你都要做一条乾隆 唯有如此 才不至于张狂声势 纵观唐伯虎的一生 他的悲剧都集中在三十岁之前 而历之年以前 一个人的心智和能力都不稳定 容易毫无顾忌地横冲直撞 把自己撞得遍体鳞伤 这时候 最聪明的做法 就是当一条乾隆 一边充实自我 一边耐心等待机会 只可惜 这个道理 唐伯虎明白得太晚了 做人终究要学会谦逊处事 终有一日 时间和现实 会磨平一个人身上 所有的棱角 真正的智者 总是保持着从容的态度 和清醒的头脑 静可攻 退可守 看似平淡 实则高深 正如鬼谷子所说的 以阳动者 德相生也 以阴静者 行相成也 做人低调点 要学会安静的审视度事 身居高位的时候 要修身立德 建功立业 而身居低位的时候 要韬光养晦 积累能力 这就是取得成功的智慧 此外 鬼谷子还补充到 欲高反下 一个人想要身居高位 反而要学会低调谨慎 干居人下 缺乏沉淀阶段的人生 终究不是完整的 既然借交借造这么重要 那么我们该怎样做呢 这时候 我们不妨学学王阳明 你要知道 其实王阳明一生所遭遇的劫难 并不比唐伯胡少 王阳明遭受过明朝著名的酷刑亭杖和锦衣卫的追杀 也曾被贬折到贵州农场过苦日子 但是他总能逢凶化吉 这不是天意 而因为他一直在修行 感到内心难以安定的时候 唐伯胡起哄鸭蹄 王阳明学会了静坐 不想看书的时候 唐伯胡跑去青楼惹是生非 王阳明则是更认真的看书 人成才的过程 就像是春天的花朵盛开的过程 对于这个世界之之上浅 就过早地打开花苞 只会感受到春寒料鞘 唯有和深春的百花一起开放 才能看到春色满园 今天低调做人 是为了明天可以高调做事 一味地低调 才是最深层次的炫耀 订阅美听 我在这里祝你生活愉快 在这里祝你生活愉快